所以我二十孝老师送王老师的 27岁生日礼物之一吧 特别明显小鸭子们小鸟们 而这里还有个牛牛们 谁是王牛牛我不说 特别不明肖战是105号选手版 感觉娱乐圈只有你们两个 但用105号合85号 代表自己的名字啊 那这个话的是什么 是雪山吗 并肩以雪山之间吗 这才是那个问题 现在有答案了吗 蓝颤下次见面 你想好这首歌的名字啊 蓝颤下次见面 要想好这首歌的名字啊 我早就想好了 有什么区别呢 来自一位虾姐的新生 身边的一位虾姐说 以往看到小事和哥哥 有新的视频出来特别的开心 但是自从这个法国拉开始 他就不淡定了 每次看完 一看一个不支声 看完今天的这期后跟我说 他后面有鸣谢呀 他鸣谢了减速带 小桃星水瓶 还有各种小动物们 然后虾姐可怜巴巴的跟我说 他说的这不就是万物可爱吗 太难了 身为巴姐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但是虾姐确实说对了 看小事这文案 追寻万物之呼吸 真就差把万物可爱直接写出来了 今天这期 哥哥把巴姐们猜测属于旁观者 MV的元素剪辑到了一起 合在一起完美的对应上 所以哥哥你是在告诉我们科队的事吗 我的天 上一秒还在说只差把王一宝的名字写上了 这不还真的有 衣博的名字在前面 肖战的在后面 哥你真的不要太明目张胆了 再看看这里有三目分三个颜色绿 红 黄 你俩最近对这三个颜色还真的比较喜欢 哥哥上次自拍时也是这三个颜色入镜 而弟弟前天也是披掉紫色 留着三个颜色 这两天咱们闺女终于同时被你俩认可了 所以说俩人这也是在告诉咱们伯君一笑是真的 这三色一直都是一家人 咱们也终于硬起了一回 话说从去年哥哥生日 就已经开始准备弟弟今年的生日礼物了 万物可爱生日快乐 是我的生日也是你的生日 所以在弟弟生日前两个月 哥哥就开始一针一针的拍与弟弟歌曲有关的MV 然后在7月10日初五开始发 而发的每一条视频的日期都是五 一共发了八条那就是八五 哥哥送的这生日礼物真的太浪漫太用心了 肖大锤你别以为我们没有看见这一闪而过的王肖 你说你这个X呢我能理解 但是这个呢有人说是3 可是他反过来明明也是一个W啊 答案有没有人数过这一期他到底拍了多少只牛啊 那为什么预告的时候不放一只牛的图片呢 来到人家的精品屋看到牛牛玩偶走不动了 各式各样的都拉一个 手里一会拿了一堆 这个好像是个冰箱器啊 但是你家几个冰箱啊 需要这么多牛 哦对还有狗仔仔 一天使不完牛劲的狗仔仔 我记得你们家是谁属牛来着啊 当初有一条牛牛项链立刻就送给了他 这不嘛一边挑礼物还一边戴着耳机肯定是在跟某人通话吧 王牛牛这里有一个牛牛的冰箱梯特别可爱 我现在就买回来送给你 第八集收官之作 这是一份回忆也是一段告白 世界纷纷扰扰就像这幅画一样 在每个人的眼中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曾经有一个男孩 他惆怅满志的闯进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他以为那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朦胧的 用心的感知的那一份朦胧的美 与此同时 他遇到了一个比自己小六岁的男孩 小男孩不止一次的问他 还是那个问题 现在有答案了吗 他彷徨 选择了逃避 迷雾越来越重 当他发现自己被迷雾缠身无法自拔的时候 身边只有那个小男孩在默默的陪着他等风来 有一天风真的来了 带走了一切烦恼 痛苦 灾害 这个时候他才看清他的世界中的那道光就在他的身边 他决定不顾一切地奔向他 因为是那道光为他勾勒出了炙热的形状 他被足够的幸福与安全感包裹着 仿佛回到了童年 他告诉自己多么美好的世界 就让一切都这样尘埃落定吧 小战的人生可能他能体会的可能已经到这儿了 绿色的树 红色的玫瑰 都在为你我绽放着 蓝天白云 晴日黑夜 多姿的彩虹映照在每一个人的笑脸上 其实我只是想对你说 我爱你 好好过吧 哥哥你这想官宣的心是压都压不住了 快看今天的哥哥10点05分又发了18公格 18就是一搏都知道 看看这第18张照片我发现了什么 哥哥照片里的这个手上拿的这件外套的人真的好像王一宝啊 这个走路的姿势真的一模一样 而他手上的这件衣服真的好像王一宝身上的这件外套 当时这件老前锋情侣外套俩人同时出现的 当时就说王一宝突然穿这件外套出现绝对不简单 那这样看来俩人当时在法国哥哥弟弟突然拍不到行踪的那天真的见面了 不会哥哥当时视频里的这个额笑声也真的是弟弟在旁边发出来的吧 看哥哥用餐这里照片不居中 桌上还有两个酒杯 对面不会真的是王一宝吧 我的天跟你这真的是想官宣的节奏啊 难怪今天这幅雪山画底下的署名又是孝河王 这也太明显了 你俩这次是真的要一起并肩于雪山之巅了吧 有时候真的觉得维粉比我们磕的都上头 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维粉比我们CP脑都严重 今天在我的评论去吧就遇到一个可爱的脱姐 她问 刚看一下超级马力的微博 感觉她是一伯的粉啊 也没有骂一伯呀 站站为什么要告她呀 这位脱姐有没有可能她骂的是站站本人呢 那站站告她不是应该的吗 所以逻辑上说得通呀 为什么在脱姐眼里 只有骂波波 站站去告才是正常的呢 我说维粉姐姐可不要比我们还上头啊 还有这位虾姐真的笑死我了 她给波波打了马 本意呢是要拆我们CP的 但是配的这些文字呢 我都不好意思念 就感觉看那种你们懂吧 就那种感觉 因为你们看她配的这些词语吧 我都说不出口 她老正弄来弄去的整得我都有点害羞 其实这位虾姐的本意是想强调 当时是在修传的 说我们应客 然后呢把波波的脸挡住 那你们看 修传她宁愿拿手捂着脸 也不愿意从波波的身上起来 这不更好磕吗 就你们这些词吧 我们怎么看都感觉不对劲呢 虽然你们是在造谣室成群吧 内图也是被截的掐头去吻的 配上你们这些文字 我怎么有种看同人文的感觉呢 知道的 说这是虾姐 在这成群呢 不知道的 我还以为是我们王八自己搞的呢 这人心黄红的文字 我也是醉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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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